小杨这辆大众帕萨特是2015年买的 他说去年8月份发现车子有问题 这段时间他因为工作原因认识了一位朋友小温 小温告诉他自己跟别人合伙开了汽修店 小杨说这是他第一辆车 对车子的维修和售后都不太了解 但他很相信朋友小温 就直接让小温把车开去维修店 不仅进行维修还进行了改装 说动力什么的也帮我改一下什么的 改的本来是多大的动力 本来是1.8的 然后他给你改到多少 这个我不知道他就说什么刷了二级的动力 那你感觉之后动力有提升吗 当时给我的时候是有一点提升的 现在就没有 要你多少钱 9万 9万 对 你车子买来多少钱 车子20多万 20多万 对 将近一半的钱 对 小杨说自己很爽快的就把钱转给了对方 直到今年4月初 小杨跟另一个朋友小周说起这事时 小周说他被骗了 我朋友陪我去那个店里看的 就什么都没有动过 就是交 那种交都是原厂交 他在4S店里修车修了三年的 现在这个车也就只个十几万 你去改一下改了9万多 看了之后我发现他没有改 然后我们就去4S店了 4S店检查之后 跟我之前的判断一样就没改 那么我们就是说想要4S店出一个证明 但4S店就说不好意思 没有在我们这边消费的话 就不肯出这个证明 那当时为什么不去找这个修车修了三年的朋友 去找这个新认识 当时因为那个人我也比较信得过 就是觉得他这个人 就是也平常跟我说话也蛮聊得来的 可现在小杨想再通过微信找小温聊聊这事 对方已经不回他信息了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了过去 对方表示 小温车子做过发动机深度清洗 外观上还有镀金 价格都不便宜 最贵的是提升动力这一块 那位小温表示 自己只是改车的发烧友 当时是找圈内的朋友帮小杨改的车 那个朋友有一家改车行 我自己辆那个卖坦 我将近花了30多万改的 外观没改过 外观没改 我改都是内饰 改了之后不是年减就很难过了 不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改的话 不会去涉及到就是违法改装的 他当时这些东西有没有 就是说店里面有没有密码标价多少钱呢 都是我们在直接口头上说好的 改车的这家店叫什么名字 改车的这家店 因为都是微信 因为现在我们微信的话 基本上都上关了 因为我家里的一个 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老婆怀孕 然后呢也是他很反对我们改车 然后就是在他的建筑之下 很多人的微信都删掉了 但是我可能会 我可以再去找一下 小温说 他打听到店家的信息后 会提供给小杨 小杨表示 他会找店家提供维修和改动的证明 因为钱是直接转给小温的 如果小温不提供 他就直接上法院起诉小温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绍 保念 对 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